人过六时 人生就是这八个字 做到了 才会有晚年的幸福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人过六时 就会迎来自己的晚年生活 过得好不好 取决于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最重要 要活得乐观 活得积极 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人过六时 终于熬到退休 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了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有的人退休了 闲著末世干 就活得无精打采 有的人甚至弄出一些们额子 未老不遵 晚节不保 有的人却比上班还要忙 伺候老的 照顾小的 一刻也不得清闲 这就是生活的无奈之处 人过六时 生命进入晚秋的季节 不可避免的衰老 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种种状况 甚至健康不在 如何保证自己的健康 活得有品质 有尊严 才是人生的最重要的问题 人过六时 人生就是这八个字 做到了 才会有晚年的幸福 一 健康 老子曰 无所以有大患者 为无有身 即无无身 无有何患 我们这个身体 既能够为我们带来福利 能够享受生活 也会成为我们的累赘 一旦生病 就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苦痛和折磨 当你健康时 你一定不会有身体上的感觉 当你有感觉的时候 累了痛了病了 身体就会有健康的隐患 人过六时 这个身体 被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机器 以精生锈老化 甚至有的零件 已经磨损严重 需要更换 人生的大麻烦就来了 人过六时 要把自己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 不做勉强自己的事情 更不要为了挣钱去拼老命了 一旦失去健康的身体 晚年的罪果就来了 自己受了罪 还拖累儿女 甚至让整个家庭都不得安宁 人到晚年 谁都靠不住 只有健康的身体 才会是自己真正的依靠 只有身体健康 不麻烦别人 才会有活着的尊严 人过六时 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 学会养生 保持自己的健康 才是生活的王道 二 快乐 说到底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面对住人生的痛苦烦恼和不如意 采取怎样的态度去生活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快乐也是一天 不高兴 不痛快 也是一天 何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呢 每个人的退休生活 都与想象的不一样 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 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 以放松的心情面对生活的牢牢碌碌 以包容的胸态 面对家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不要去计较 不要和年轻人一般见识 心有多宽 心情就有多好 人过六时 也许过得很苦很难 每天面对不如意的生活 人生虽苦 但不要整天愁眉苦脸 爱生叹气 精神不振 要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生活 鼓励自己安慰自己 让自己的心中充满正能量 学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过快乐的生活 人生实苦 唯有苦中作乐 才会幸福地期盼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 唯有看得破放的下不挂怀 随时清空自己的心灵 放掉自己的欲望 学会知足常乐 心中才会有快乐 常住 三 解脱 人这一生总是有许多欲望 许多心事 得不到东西 放不下的人 太多的后悔和遗憾 太多的纠结和挂怀 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沉重 甚至会遇遇寡欢黯然神伤 成为自己的心病 孔子说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济衰 戒之在德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也是不快乐的原因 人过六时 无论是体力 精力 还是智力 都无法与年轻人 向提并论 如果再去争强好胜 甚至功名利禄 都想要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人过六时 看淡一切 才会活得云淡风轻 洒脱自在 生活中 你会发现 有许多老人 真的越老越贪 令人讨厌 孔子的话 的却是圣人之言 人过六时 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和这个世界和解 放掉年轻时的恩恩怨怨 爱恨情仇 最容易迷失自己的心智 称恨之心 会障碍自己心灵的平静和安宁 老了也该放下了 一笑敏恩仇 放过了别人 也放过了自己 你会看到更多人生的美好 有许多老年人 到老了 也还是和自己的儿女过不去 何必呢 生养儿女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儿女怎样对待你 那就要他们们的良心了 何必去强求 人生的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最后就是赤条条来 去无牵挂 能够早学会放手 人生才会有解脱 才会活得达官快乐 四 长寿 生老病死谁也不能避免 但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活得长久 健康长寿更是许多老年人追求的目标 长寿是我们国人的五福之一 能够活得长久 活得幸福 人生才会变得美好和圆满 人过六时 要想长寿 就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学会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养生 能够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精气神 人生才会少病少灾 长寿的目的不是时间的延长 而是让生命更有品质 佛祖曾经说过 长寿是人生的八难之一 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没有品质的生命 长寿也就没有了意义 厌过寒潭 晚来风急 人到晚年 能够健康快乐地多活一天 就是赚到 长寿的人都是有自己的福报的 黄泉路尚无老少 能够健康长寿过一生 才是自己的福气 人到晚年 就是这八个字 健康 快乐 解脱 长寿 做到了才会有晚年的幸福 人过四时 这两件事一定不能碰 往往容易招致灾祸 古人云 人生七十古来西 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科技和医疗水准的提升 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平均寿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一个人一旦到了四十岁这个关键点 无论从家庭 失业 身体的健康等等诸多方面来说 都可说是一个分水岭 或者说是一个转列点 从命理学或者佛学因果轮回的角度来说 也有这样一种说法 人的前半生的命运与自己过去是所作关系十分紧密 而人的后半生也集中晚年的福报 与自己前半生所作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里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划分 基本上就是以四十岁上下作为分界点的 古人尤其注重一个人的老来福 所以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 一个人发财也好 取得成就也好 最好不要过早 首先人的福报是有其定数的 过早的消耗 则到了晚年就会相对痛苦和凄惨 其实当一个人成功来得太过容易 一方面会不懂得珍惜 随意消耗自身的福报 二则容易狂妄自大 这些都是招致灾祸的原因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苦乐参半的 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 都应该随缘地看待变好 不可过分执着 忍过四十 下面的这两件事一定不要再去做了 分别反映的是两个对立面的不同情况的问题 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控自己 将来一定会吃不少的苦头 往往还容易招灾惹祸 务必要引起重视 第一 好意恶劳这种情况 是对于大多数事业方面做的一般的人而言的 因为四十岁是一个节点 从读书毕业工作开始 一直到现在 经历过十几年 甚至是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 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 只要自己是沉下心来 用心去做的 一般都会小有成就 能够一直从意而终 坚持不懈之人 一定是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即使不停地更换行业 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 通过多重不断地尝试 以及不断地试错 自己也会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 工作 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的经验 所以即使没有获得大成 至少养家糊口 收入稳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那抛开种种原因不说 归结位一点 一定是自己的懒惰 好意恶劳的个性造成的 曾国藩先生告诫世人 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舵子之败 如果你没有小成 不要去抱怨自己 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技能 没有背景资源 等等 一定要痛彻心扉地反省自己 是否过于放异 没有勤奋地付出所致 第二 寻花问柳这种情况 可认为是针对部分事业 有成的人士来说的 这部分人一般收入可观 事业发展的也比较好 各种人脉资源等都较丰富 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从某方面来说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 可是 无论你是从事教育 还是经商 亦或是从政 往往到了这个临界点 尤其需要注意的 就是个人作风方面的问题 又有以男性为主 因为一个人一旦有钱 有权 或者有身份地位的时候 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 观念 不把控住自己的欲望 就容易自我膨胀 而在外寻花问柳 就成了自己 由盛转衰的根源 有多少人因为邪淫 而导致事业衰败 夫妻情感受损 家庭拆散 官员落马等 古今中外 如此案例不胜枚举 数不胜数 以上两种情况 虽不能决断 但却真实地代表了 绝大多数中年人 所要面临的问题 可以说是这一年 零层人士的共性问题 你的后半生福报如何 不仅由你前半生的 所做而定 更重要的是 是以你目前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来决定 所以 无论何时 人都不能忘本 什么才是本 最基本的勤奋 德性 你守好了 做到了 人生无论何时 都不会走偏 不能相伴一生的人 删了吧 爱情刚开始的时候 彼此之间 都是怀着美好的期待 与畅想 希望能够 一直牵着彼此的双手 不离不弃 走到婚姻的殿堂 是令人艳羡的 可惜并不是 所有的爱情 都能开花结果 善始善终 更多的是 相遇时美好 最后却悟了花期 只是那匆匆的一回顾 成为了心里 永远无法忘怀的伤 义书曾说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来 未曾真正的属于你 也不必惋惜 求而不得 终会在心里 留下一份遗憾 让往后的岁月 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管分手的时候 有多决绝 心里仍然有着 一丝微弱的期望 只因为一个 放不下的人 因为一个 无法兑现的承诺 而任由年华虚度 让心在 尘封的往事中煎熬 既然不能相伴一生 那么就此别过 往后余生 欢乐与痛苦 都与他无关 向前看 依然能够活得 自在潇洒 一 不能相伴一生 爱过 分手很痛相爱的时光 就像是一部 被记录的电影 男女主人公是彼此 所有的故事 都是真实存在 发生过 而且一生难忘 爱情来的时候 总是令人惊喜 令人着迷 令人上瘾 甘愿沉醉其中 怀着一腔孤勇 粉身碎骨 也要抓住 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美好 可是 当他离开的时候 才发现 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挽回不了将要离去的爱情 那些过往的片段 瞬间就成为了 再也不敢触碰的伤 相爱过的时光 让人无法忘怀 那时的甜蜜 一直被搁浅在内心深处 爱情来的时候 悄无声息 逝去的时候 也不会有丝毫的迟疑 只留下遍体鳞伤的人 在空气的世界里挣扎 不甘的人 将回忆里 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尽数留下 永远藏在内心的某个角落里 每一次回想起 都是钻心的疼 却不愿意割舍 他一直将爱情示弱生命 将彼此间的约定和承诺 当成了人生的意义 即使那个人已经离开了 他依然固执地坚守着 二 此生 即便思念如潮水 也无法再相伴世间的爱情 总是难得圆满 不是因为门第之间的差距 而被迫分开 就是被命运捉弄 彼此错过 而更多的是 有缘无分的无奈 是被现实阻挠的筋疲力尽 是迟来的醒悟 却将最爱的人 丢失在了茫茫人海 最初的相识 犹如早已编排好了的剧本 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 走进了彼此的世界 给双方的世界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世间最难的情 就是爱而不得 求而不得 相爱却无法相守 也许彼此都没有错 最后却只能用不适合 这简单的三个字 匆忙结束了感情 最用心的人往往受伤最深 也最难放下 相处的每一天 都是在付出真心 都是在认真对待 只希望能有个好结果 深情相爱 无奈缘分太浅 爱总是那么杀人 又那么让人难以放下 相爱的时候 有谁会想到最后各奔东西 耳鬓撕磨的时候 又有谁会想到不欢而散 缘分散去的时候 就像是夏季的一场雷震雨 稍后便寻不到任何的踪迹 三 不能相伴一生的人 删了吧 泰戈尔说 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 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 情侣之间大部分的离开 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也许对方早已经失去了耐心 注意力也都开始转移了 甚至早已经记不起与你的种种约定 既然在相守的路上 他无法与你保持步调一致 无法坚守自己的初心 就不要再对他心怀期待 彼此真心相爱过 他曾经给你的世界带来了耀眼的阳光 而你也付出了真心的陪伴 在此刻告别 是结束 也是新的开始 留在手机里那个熟悉的号码 那个刻进了脑海里的名字 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都应该随着他的离开而删除掉 此生 别再幻想 别再等待 祝福对方 深埋在心里的那些回忆 也应该适时地清空 把心里腾出更多的空间 来接受新的事物 以及新的感情 四 学会放手 开启新的生活 开启新的人生在千语千询中 白龙对千询说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剩下的路 你要自己走 不要回头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能够正确面对生命中的别离 不强求 也不纠结 给自己时间调整好心态 然后继续出发 生命中的每一段际遇都有其不同的意义 有失去 同时也有收获 有不舍 更有对未来不屈不挠的任性 人生在世 总有一些爱情 就像是错过了计 绽放的话 无法结果 那些在耳畔环绕的誓言 在深夜里愈发显得清晰 而对方的温暖 却早已经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寻觅不到一丝的痕迹 既然无法与自己相伴一生 那就将它当成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真心祝福对方 然后全力争取自己的幸福 人生需要自己破局 一 人生的破局在于找准方向 有两只蚂蚁想翻越一堵墙 寻找食物 一只蚂蚁观察后决定绕过墙去 很快这只蚂蚁绕过墙 来到食物面前尽情享用 而另一只蚂蚁决定直接翻墙过去 它不停地跌落 又重新开始 很显然 那只决定绕道而行的蚂蚁 因为找准了方向 而事半功倍 这个小故事告诉人们 人生路上 一个人成败与否 很多时候 除了勇气 坚持不懈之外 更需要旋转方向 人们常说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人生方向的选择 往往和兴趣爱好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导演哪吒魔童将士 而出名的心境导演饺子 此前遵从父母的意愿 考入医学院 准备当大夫 但骨子里对动画的热爱 让他在毕业之后 义无反顾地遵从内心所愿 改弦更张 从灵基础开始学习 动画制作和编剧 说费寝忘食也好 闭门造车也好 说卧心尝胆也好 悬梁刺骨也罢 他一头扎进了动画的世界 庞若无人 追求尽善尽美 苦心孤艺多年 终于凭借一部作品 实现了对自己所热爱的 动画事业的致敬 这又一次 让人们想起一句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唯有热爱 方可抵岁月漫长 除此之外 人生方向的选择 与个人强大的理想目标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些年 因为丑而走红网络的凤姐 在很多人心中 就是一个大笑话 但移居国外的凤姐 却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 在众人的一片戏谑声中 她考上了大学 用十余年如一日 如同凤凰灭盘 实现了重生 这也应证了另一句话 敢于异想天开的人 才有非同寻常的人生 由此可见 陷入困局中的人们 找准方向 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这个方向 说白了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自己有把握的事 哪怕一开始 要跌跟头 会摔跤 但只要方向正确 路就会越来越宽 二 人生的破局 在于赶破赶历 一位作家 讲述了爷爷 对他的一次教育 小时候 祖父给他做了一条 用纸糊成的一条长笼 调皮的我将捉来的蝗虫 放进纸笼的腹腔里 期待能多养几天 但很快 蝗虫都死了 祖父告诉我 原因是 蝗虫性子太糟 除了挣扎 他们没想过 用嘴巴去咬破长笼 也没有尝试 从另一端爬出来 因而 尽管他们有铁钳般的嘴 和锯齿一般的大腿 也无济于事 后来 祖父捉来几只青虫 从纸笼头部放进去 然后关上龙头 很快奇迹出现了 仅仅几分钟 小青虫们就一一 从龙尾爬了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的命运 并不在个人条件 比别人强还是差 而在于有没有要走出阴影的想法 和敢于破局的行动 当命运突然跌落谷底 有人只会垂胸顿足 痛哭流涕 如同躁动的蝗虫一般 在不讲任何策略的盲动下 很快将残存的能量消耗殆尽 再也无法翻身 有的人却不慌不忙 动用所有的智慧和力量 如同青虫一样 寻找突破口 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专生 起初还得弄潮儿 背受瞩目和尊重 可随着大学的扩招 中专生成为了过气的人 不光在升职加薪中 受到学问低的影响 还面临着被裁 被淘汰的困境 活了大半辈子 又一次回到最初的起点 虽然无比失落 但内心强大的人 很快就振作起来 或是找一门副业 赚点外快 或是重新学习一门技术 跟上时代的步伐 他们的改变 看起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但只要开始行动 也就意味着命运多了一种可能 三 人生的破局 需要长久的坚持 老话说 水滴时穿 神聚目断 任何事情都敌不过坚持二字 而且 越是经历过困境的人 越是明白 不是有了希望在坚持 而是坚持下去 才会有希望 某知名演员 出道之前 只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矛头小伙子 没有学历 没有资历 只有对电影满腔的热爱 一方面模仿别人 苦练演技 一方面坚持到片场去蹲守 向各个剧组 向各个导演去推荐自己 后来 他凭借天下无贼中傻根一角 以其本色化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 也由此打开了市场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电影人生 不光是那些为大众所知的明星 公众人物 他们的成长和成功之路 充满了破旧局 开心局的艰难和惊喜 我们身边很多普通人 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也仅仅只是坚持 比别人多做一点点努力而已 如同村里还在坚持种田的人 从只种自己家的田 到承包很多荒地 从一个人种 到请人种 从保本经营 到从事粮食生产 加工销售 一条龙经营 一点点做大做强的秘诀 就在于 比别人更能吃苦 比别人更不愿放弃罢了 人生路上 付出总会有回报 坚持下去 总能找到出路 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最怕就是 自己不努力 还一直怨天尤人 总在祈祷坐享其成 要如何才能破局 其实 不同的人生阶段 总有不同的机遇 只要你有想法 有行动 随时都可以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找准方向 用正确的方法 做正确的事 咬紧牙关 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 生活将对你展开笑颜 记好这四个特征 教你如何选好真朋友 关于有情 有这样一句话 论有情之责 当有一线 如故之感 由此情者 当与之有 且行且珍惜 朋友对我们来说 意味住什么 是分享喜悦 分担痛苦的对象 是人生前行 道路上的灯塔 是风雨同舟 不离不弃的陪伴 人们赞叹 博雅与中子七的友谊 渴望获得那样的友谊 却不知道怎样 才能透过外表看穿一个人的心灵 正确地选择朋友 记好了下面的四个特征 能够帮你更好的选择朋友 一 为人豁达 心胸宽广 善于包容自古 心胸狭隘 事事计较者 难成大器 这类人 把太多的精力 放在小事上 不能真正理解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而与之相反 心胸宽广 善于包容的人 不论做什么 都不会斤斤计较 不会对小事 耿耿于怀 能够包容你的不足 体谅你的处境 害那百川的气魄 令人向往 二 心怀梦想 目标明确 一丝不苟 燃情岁月中 有这样一段话 有的人能清楚听见 自己心灵的声音 并按此生活 这样的人 要磨成为疯子 要磨成为传奇 心怀梦想 目标明确的人 会正确理智地 对待生活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明确自己该做什么 永远对梦想充满激情 不懈奋斗 同时他们又一丝不苟 能够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三 意志坚定 不抛弃 不放弃苏式有言 骨枝力大事者 不唯有超市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一个人能否成功 往往不是取决于他有没有能力 而取决于他够不够坚定 半途而废者向来做不成大事 真正利害的人总是一致坚定 为了目标上穷必落下至皇权 而终有所成 四 光明磊落 有自尊 敢承担这类人往往坚信 人性光明 以极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以实际行动 践行不论是在别人跟前 还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都不要做一点卑劣的事 最要紧的是自尊 他们做事光明磊落 为人耿直真诚 虽然有时可能过于直接 但是不会对人两面三刀 表里不一 交友重点不在数量 而在品质 选对了朋友 相当于为自己的人生拓展了边界 高质量的朋友 不仅仅是你的人脉 更是你光明未来的重要基石 无数成功人士的案例表明 选对朋友是人生的重要一环 所以记好这四个特征 选好自己真正的朋友 向着未来越努力越幸运 此生做不了爱人 就不要再相见了 时光匆匆 一晃相爱的那些时光 已经悄然走远了 还记得曾经说好 要一起相伴到老 要一起走到白头 可是岁月啊 终究太过无情 它滋生出了太多的刺 将爱情扎破了 分别这件伤透灵魂的事 过去这么久了 依然还是很想念 很怀念那段 与你一起走过的时光 这一年 冬天又来临了 肆意的含义 从四面八方涌来 可是 每次想起你 心头总会意暖 亲爱的 分别已久 你过得还好吗 思念中 一次次感伤 有缘无分的爱情 太伤人 太令人伤感 一直想不明白 为何我们走着 走着就走散了 为何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最终还是松开了彼此的手 为何我们终究没有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 相爱到老 如果 时光能够倒流 能重新回到你的身边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那段属于我们的时光 一定好好爱你 此生 能相逢 成为恋人 是人生幸事回忆里 那段深情 让人相信 这世间的美好 让人感叹相见恨晚 总觉得 一辈子 还不够好好相爱 那段爱情很美好 很甜蜜 回想过往 那时相爱 一餐饭 一场电影 都藏着彼此的回忆 藏着彼此相爱时的画面 茫茫人海中 能相逢是一种缘分 能相遇 更是一种幸事 以前 相爱时 觉得一眼便是一生 相爱便能走到白头 以为 爱情能无坚不摧 能打败世俗 打败这世间所有的阻碍 无论 爱情路上有多少险阻 都不曾担心 不曾犹豫过 不曾想过要放手 只想 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 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有你 有我 有孩子 仔细想来 爱你的那段时光 真的很美 惊艳了我的生命 点缀了我的人生 爱情 让人相信了这世间的美好 相信了缥缈的缘分 只是 那场爱 却像是一个梦 让人醉了一场 又让人痛彻心扉地 醒了过来 曾经 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如何爱 伤害了你的心那时 青春年少 总觉得相爱一场 可以来日方长 所以 在爱情的世界里 忘记了成长 忘记了去呵护你 忘记了维护爱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明白 原来爱情是消耗品 当我们不用心去经营感情 不用心去呵护爱情时 它便会逐渐被损坏 直到破碎 当爱情破碎时 心真的很痛 因为从未停止过爱你 只是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不善于表达 不善于经营爱 用一些错误的语言与行为 深深深地伤害了你的心 错过之后 心里很后悔 后悔曾经少不更事 不懂得珍惜 后悔曾经不曾努力 不懂得拥有爱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后悔松开了心爱的人的手 从此分别 如果时光能够重来 我会懂得珍惜 懂得如何去爱 懂得怎样 好好待你 用心 用一片深情 让爱重新开始 让爱有一个未来 此生 做不了爱人 就不要再相见了分别已久 相爱过的时光 总是在脑海中乍现 爱情 曾经让人觉得有多甜蜜 如今就有多伤人 曾经 无数次问自己 这辈子 是否还有机会与你相见 与你重逢 所以 我常常去我们去过的那家餐馆吃饭 去我们走过的地方走走 去我们一起看过电影的地方看电影 然而 每一次 失望和绝望都在提醒我 你已走远了 从此不会再与我重逢了 然而 相见你的心 从未停止过 亲爱的 这让人痛彻心扉的思念 我想放下了 此生 我们做不成爱人 以后就不要再相见了吧 我担心 再见你 我还是会忍不住 更加深情地爱你 我害怕 再与你相见 我对你的思念 会更加汹涌汤汰 深邃的夜里 思念狂涌而至 让人彻夜不眠 孤独的白天里 堵物思人 让人食不知味 尽管 心爱的人 已经走远 可是那颗爱你的心 一直在为你而跳动 余生 放过你 也放过我自己 往后 别再相见了 尽管 往后的这一生 也许我还是会偷偷想念你 还是会在心底放不下你 但愿 此生你能与幸福相遇 从此一生 都活在明媚四季的幸福中 人生匆匆 爱过你 思念你 都是生命中最为灿烂 最为幸福的事 我不曾后悔过 无怨无悔 爱过 痛过 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有幸相爱 亦是一桩幸事 余生 请珍重 夫妻之间 没有共用过这三样东西 算不上真正的夫妻 婚姻到底是爱情的坟墓 还是爱情的归宿 这其实要看两个人如何相处 当两个人选择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时 总归是希望两个人可以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两个人是不是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关键并不在于你们是否领了那一纸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的结婚证 也并不在于是否举办了得到亲朋好友们祝福的婚礼这个仪式 而在于两个人是否心灵相通 相互信任 如果两个人每天形影不离 夜夜同床共枕 但两个人心各怀心思 互相猜忌 那么最终两个人也会貌合神离 形同陌路 真正健康的婚姻关系 应该是两个人相互尊重 信任 对彼此忠诚 一般而言 夫妻之间 如果没有共用过以下三样东西 说明两个人之间没有真感情 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算不上是真正的夫妻 一 不愿共用私人物品每个人都会游领的意识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例如水杯 碗筷 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 我们都会下意识地把这些东西 认为是自己的私人用品 在日常生活中 这些私人物品 不是亲近的人 不会共同使用 因为我们会觉得 和不亲近的人 共用私人物品是不卫生的 所以只有我们心里真正感觉亲近的人 我们才愿意和他不分彼此地共用这些物品 夫妻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本应是彼此最亲近的人 如果两个人连生活上的私人用品都不会共用 那就说明两个人感情不够深厚 二 不愿共用金钱古人云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金钱是最为考验人心的 无论哪种感情 想直接看清一个人 就是跟他谈钱 结婚之后的财产叫做夫妻共同财产 这部分财产应该是公开的 而两个人婚后的收入 也应该对彼此没有任何的隐瞒 如果你的内心深处认为 你们是彼此的家人 你当然不会介意和对方分享自己的经济收入 毕竟现实生活中 衣食住行 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钱 除非你不想跟对方过下去了 才会开始防备 不让伴侣知道自己每个月的收入 甚至处心积虑的算计 一段婚姻中 夫妻之间大大方方的谈论金钱 并不意味着彼此的感情不纯粹 反而证明了双方都有在认真规划未来 三不愿共享心事 分享欲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情绪之一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经历 这些不同都是夫妻之间交流的话题 作为两个成年人 夫妻两人也会有自己的工作和社交圈子 如果彼此之间不去分享 每天经历的去世 或者难过的事情 那两个人之间对彼此的了解会越来越少 也就渐渐相顾无言 试问这样的婚姻还有意义吗 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 一段关系就是这样一步步消弭的 夫妻不仅仅是靠法律关系来证明 不交心也不供钱的夫妻 算不上真正的夫妻 这段婚姻关系迟早也会解体 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同心同德 共赴美好未来 人到中年 学会做一个狠人 不逼自己一把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年过四十 正是年富力强干一番事业的黄金期 与其每日小心翼翼 不如学会做一个狠人 后半生的荣辱成败在此一搏 只要勇敢去拼搏过 成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实现了人生的蜕变 一 大展身手 树立威信 需要做一个狠人 史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 齐景公任用才华横溢的田壤居为将军 让他率兵去抵抗燕国和晋国的军队 田壤居以自己身份卑微不能服众为由 希望齐景公能派有名望的人协助 于是齐景公任命他的宠臣庄甲出任监军 田壤居和庄甲约定第二日正午在正门会起 但庄甲一向骄傲蛮横 目中无人 在家饮酒作乐 直到正午已过都没有来 当军田壤居列队集结完毕 庄甲才摇摇晃晃的来到军营 对此田壤居就按照持道者应当斩首的军纪 将嚣张跋扈的庄甲就地斩首处决 并向三军寻行示众 这样铁面无私 有法必依的做法 很快就振奋了士气 鼓舞了斗志 大家奋勇争先 一举打败了燕国和晋国的军队 还收复了师弟 齐军胜利归来 齐景公帅文武百官到郊外迎接 大行赏赐 非但没有责怪田壤居杀了庄甲 还拜他大司马 执掌齐国的军政大权 一个人年过四十 在职场上 多半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累积了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特长和风格 是时候一展身手了 所以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出头 对于同事的挑拨离间和小领导的恶意打压 有必要拿起制度的武器 为自己的利说利行 言出弊行提供保障 并再次基础上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作为 渐渐地成为众人心中默认的领头羊 或强硬 或不依不饶 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人做法 渐渐成为自身的一个鲜明标签了 微信自然也就树立起来了 那些想要造次的人也就无计可施了 二 改变自我 提升修养 需要做一个狠人 晚清众臣曾国藩曾说 青才足以拒人 律己足以服人 量宽足以得人 身先足以率人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毕生勤恳好学 以勤横两字鼓励自己 教导子侄 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包括 早起 拂晓极起 醒后不沾练 读书不二 一书未完 不看他书 日知其所无 每日读书 记载新德语 月无忘其所能 每月做诗文束手 以宴机里的多寡 养气之胜否 读时 念二十三时 每日圈点十夜 虽有事不间断 以及饭后 写字半小时 和夜不出门等 正是由于 他对自己的严苛要求 才得以在繁忙的公务之余 还能给家人写下大量的信件 还写下了持家教子之术 兵剑等著作 累计达二百多万字 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 曾是家族人才辈出 传为佳话 人们常说似是不惑 并不是说什么都懂 而是已有了人生阅历和经验 也掌握一定的权力 此时 处事相对通达 对待事情 有了一种 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比如 年底平优平先 自己不管是工作态度 还是业绩 都堪称模范 但领导选定的人 从来都没有自己 心中 再怎么愤懑不平 换位思考之后 也会释怀 领导也有大把搞不定的人 不给他们一点好处 估计平日里自己要遭受的难处还很多 又或者 一次次被阻挡在升职加薪的门外 不在一位埋怨领导的偏袒和同事的排挤 而是转而向内 狠狠地提升自我专业技能 并有意识地结交有用的人脉 用跳槽到更高的平台 实现华丽的转身 当一个人开始对自己狠狠折腾了 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三 成就事业 教育子女 需要做一个狠人 不当父母 不知父母难 年过四十 才终于体会到背负的种种压力 就像一幅漫画中所刻画的那样 一个中年拉着一个板车 上面有父母 孩子 房子 工作 应酬 不管爬上坡有多艰难 都不敢有丝毫的退步 所以 唯有做个狠人 才能熬过人生这段爬坡过坎的艰难时光 事业是养家糊口的根本 在能赚钱的年纪 紧紧抓住赚钱的机会 狠狠地赚一笔钱 或许后半生就不会再为钱发愁了 我老家的亲戚中 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三姨和三姨父 他们早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 只能干些斑砖 活泥之类的粗活 后来两个人都学砌墙 且成为了有名的师父 就组建工程队 到处去包工程 一年到头 除了过年那几天 能穿一身干净的衣裳 其余时间都是灰头土脸 但正是那些年没日没夜的干活 让他们的工程队成为了建筑公司 如今 他们只管洽谈业务 干活有了专班 同样 教育孩子不是逼迫着孩子成为人才 而是首先要让自己成才 所以 真正聪明的家长 不会狠命击娃 而是竭尽全力击自己 比如 本来是陪孩子考研生 结果自己提前上岸 本意陪孩子练钢琴 结果自己成为专业教师 当父母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时 孩子自然而然会跟着一起成长 年过四十 时间最为宝贵 想要改变现状 就得珍惜时间 利用好时间 不虚度光阴 不浪费生命 每天安排得紧凑 充实 且不折不扣去完成 这样的人生就写满了意义 精彩便指日可待 活着 让这个世界因你而美好人活着 有太多的烦恼和艰难 有太多的委屈和不义 生活的天空 并不总是充满阳光 更多的时候 有灰尘扬起 有阴霾会挡住阳光 在某一个时刻 你会对生活失去信心 陷入绝望 生活的压力 感情的波折 人心的无常 世事的困惑 我们仿若行走在暗夜中 看不见生活的光亮 当你失望的时候 你看到的世界都是灰暗的 你看到的人心都是险恶的 当你受到了生活的打击 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会与你为敌 有一句话说 生活中的阴影 多数都是你自己挡住阳光造成的 你若心怀感恩和善良 你就会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你若用冷漠和仇恨对待这个世界 你看到的都是生活的阴暗 活着 用爱心拥抱这个世界 用心中的火 温暖这个世界的冷 用自己的热情融化结冰的心灵 让所有的人都看现世界的美 活着 让这个世界因你而美好 生活都要向前看 人活着总要经历失败 在挫折困苦艰难 这世间的路 有坎坷就会有平坦 有阳光大道 也有小桥流水 起起落落才是人生 反反复复才是生活 没有谁的人生 没有谁的人生永远一帆风顺 接受自己的生活 相信再大的困难 都有过去的一天 明天都是美好的 生活都要向前看 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 那些人生的不如意 都是对自己的考验 坚持住 不妥协 不低头 积极向上 努力向前 鼓起勇气 给自己力量 相信自己 努力的人 老天一定会善待自己 用一场拼搏 换取自己生命的幸运 生命的低谷中 我们会经历更多的世事无常 人情冷暖 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 瞧不起的眼神 幸灾乐祸的语言 甚至是讽刺羞辱 你都不要去在意 人心就是这样 学会让自己坚强 当你变得强大了 你就会听到美的语言 羡慕的眼神 甚至会有人恭维你 讨好你 生活永远在继续 走过人生的艰难困苦 记住那些帮助你的人 感恩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忘掉那些伤害你的人 原谅那些羞辱你的人 他们给你的人生上了一刻 你懂得给予别人爱 就是给了别人希望和幸福 你给了别人恨 就是种下了痛苦和仇恨的隐患 在生活中 记得善待别人 才会有人生的美好 凡事都要往好处想 为人处事 凡事都往好处想 都要积极去做 不要还没有开始做 就说抱怨的话 丧气的话 做人做事 态度最重要 无论成功与否 积极的态度 才会有最好的结果 塞翁施马焉之非福 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识 要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人生有的必有失 一条道走不通 就要另替西径 东方不亮西方亮 条条道路通罗马 走不通的路 绕过去 想不通的事 就不要钻牛脚尖 失忆的事 要学会放下 做错了的事 就要吸取教训 人生不困于事 才会有更多的选择和出路 人心不同葛如其面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为人处事之道 所以不必事事都去计较 一切都要合于我的心意 求同存异 才会有合作和共赢 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 都要往好处想 多看别人的优点 才能与别人相处不累 凡事都往好处想 不要去猜忌 疑心 不要去抱怨生气 不要总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拥有一颗包容的心 积极达观 生活才会有更多的美好 感情都要以和未贵 生活中 每个人都和别人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每个人都和别人 有矛盾的时候 有摩擦的时候 学会忍让和退步 才能和平共处 人都是有感情的 受到伤害 每个人都会觉得委屈和痛苦 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理解别人的难处 维护别人的难言之隐 才会少是非恩怨 人心看不现 却最容易受伤害 产生爱恨情仇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凡是自己不想要的 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不要用自己的得意嘲笑别人的失忆 不要刀子嘴斗抚心 不要刻薄别人 图一时痛快 你得到的是将会是反击和仇恨 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 平等的 每个人都值得你去尊重 你的每一个善意的眼神 每一句温柔的话 都会化作柔风细雨 滋润别人的心田 你的冷漠 天机 冷嘲热讽 侮辱的话 都像刀子 给别人的心灵以灵迟 总有一天要还回去 遭受打击和报复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 给别人一份温暖或力量 这世界就多了一份美好 学会忍让和牺牲 做个心胸开阔 心地善良的人 每个人的世界都有激流和碰撞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挣扎和纠结 这个世界的善恶 给每个人的心灵都会留下抹不去的印记 一个人最高的修养 是学会心平气和 学会忍让和退步 永远做一个心胸开阔 心地善良的人 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人生糊涂一点 傻一点 不要事事都去计较 不要总是难摩精明 凡事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水太轻则无余 人太轻则无福 学会包容和原谅 大人有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 才会多服少烦恼 人生太多的烦恼和痛苦 来自自私和欲望 吃住碗里的看住锅里的 这山望住那山高 一山更比一山高 欲望膨胀 却不管别人的死活 甚至勾心斗角 机关算尽 却不知人生的一切都是空的 知足才会常乐 学会牺牲自己 利益别人 才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才会活得心安理得 才能成为高尚的人 人活着 要把一切都看淡 把一切都看破 不困于情 不困于事 不纠结于事非恩怨 不纠缠于感情的爱恨 容得下天地 做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你而美好 如此足矣